远警鹤枪实弹进行攻坚 为了打击犯罪维护治安 警察工作经常面对危险及威胁 警政署也订定破壳申签制度 奖励由重大攻击的警察同仁 不过这项制度确实看得到吃不到 立法人林俊县就以近期台南市与高雄市 联合攻坚逮捕通气犯为例 地方替三名英勇警员申请破壳申签 结果通通被警政署打回票 其中居首攻的规定更成为霸王条款 林俊县质疑警政署认定了标准核灾 个案这三个警察当时 确实是差点被这个歹徒打死 但是他们很勇敢地冲进去 三个人就跟警察正面 而且很短距离在个小房间里面 那个歹徒拔枪 看了警察就开枪 三个警察奋不顾身冲进去 警察还击 确实是制止了这位歹徒 所谓的消弭祸犯 我看他如果没有的话 这位一定会成为一位非常可怕的逃犯 他连警察都敢杀了 都敢直接开枪打警察 所以像这么英勇的行为 而且还是两个县市 两个直辖市 联手提报 高雄市和台南市 提报上来 没有通过 也没什么原因 又说什么位居首攻 不知道谁才是首攻 他都冲到第一线了 林俊宪指出 破格申签的标准本来就很严格 因此近十年来 全国各地提报才二十件 结果通过了却仅有十件 等于变相的否定 第一线地方警察局的判断 各位想一想 十年来再提报二十件 一年平均才两件 台湾有多少警察同仁在第一线 然后这二十件里面又只有十件通过 很困难 也等于十年来过十件 所以这样的一种破口作声 升迁办 我是觉得第一线审查的地方警察局 应该都是相当尽到他们的责任 所以他们提报的案件 我看起来是非常少 平均一年才两件 一十年才二十件 而且只通过十件 等于过去十年 只有十件有通过警政署的审查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认为 对于没有通过的警察同仁 他们怎么想 或者是他们的其他同仁会怎么想 这样子的状况 是不是会打击到我们警察同仁的士气 对此警政署副署长陈永利也坦言 的确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不过因为是打破常态 破格升迁 警政署自然要慎重 也会评估相关制度 是否有修正空间 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在 可是因为我们既然是升迁 刚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一个打破常态的 跳过这么多人 所以当然要很慎重 所以我们有一个公平公正的 包括我们内部的还有外聘的 这个损利委员会来损利 那所以这个目前是运作的状况 那刚刚的状况确实也存在 所以我想我们AO单位 也会来评估 是不是有在修正的空间 那当然这各有利弊 一定就是说 这个既然是打破常规 就是一定是跳过这么多人 所以要很顺重 这个我们会来顺重 来评估来考虑 林俊县要求警政署 及组长人事的内政部人事处 应该全面检讨审议流程 并且相信第一线地方警局的判断 从宽认定给予破格申签 才是对冒着生命危险 守护社会的警察英雄 最基本的尊重 记者张祈腾 采访报道